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Marco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首斯钓鱼频道 我最近收到很多观众的留言 问我维港怎样钓法 用什么钓组,什么鱼鳥 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就将这条片分为四季 命名为维港钓鱼全攻略 在左上角的位置,就会显示哪一季 而那一季有什么钓岛 用的什么钓组,怎样操作方法 我都会给大家看 让大家有个参考 如果喜欢我这条影片的话 记住给个like 分享出去给你喜欢钓鱼的朋友 和在下面留言 我首先提供一些基本资料 钓维港,一般水深是15至20米 而风,吹北风的话 基本上维港是没有风的 而吹西南风是最难钓 至于流水,如果当天流水快的时候 钓鱼鳥会比较有利 但是流水慢的时候 钓鱼仔会相对比较有利 首先为大家讲一下的 是1至3月 即是第一季 第一样鱼和大家讲一下的 是火点 一般我们会用波子压底钓组 直接绑一个鱼钩 而上面就多开一门 通常是用4号的YGK鱼丝 有时会用3号 用30g波子圆已经足够 而我们主要是用沙虾为主 一般的火点是会黏着底组 所以鱼丝完全放松了 刚刚感觉到粒圆的重量 而第二样鱼就是红沙鱼 通常波子压底钓组 就可以钓到它们 一般可以用YGK3号鱼丝 配25g波子圆 用沙虾钓是比较得适 这些鱼一样是黏着海底来吃鱼 当鱼丝放到底的时候 刚刚感觉到有少少圆的重量 就可以了 通常2至3月开始 就已经有瓜衫钓 维港钓瓜衫用青鱼会比较有好处 但似乎用青鱼钓维港 只是限于第一季 一般会用波子压底钓组 直接绑一个鱼钩 而上面开多一门 用3号至4号鱼丝已经足够 而圆就可以用30g 甚至乎可以用一个仕掛钓组 用一个35g的子弹圆 一样可以好好钓 而鱼丝一样放到底 放松了 只是感觉到粒圆的重量就可以了 一般用波子压底钓组 至于去到石九弓季节的时候 上面开多一门就比较好 30g 波子圆已经足够 而鱼丝可以用YGK 3号 用青鱼或沙虾都可以 有机会撞到斑 不过就不算太大条 大概十两百两一条 而钓鱼釣得最高 和食用价值最高 莫过于黄脚鱼 钓黄脚鱼最紧要条丝够柔 和钓得够飘 一般在这里钓黄脚鱼 钓黄脚鱼这个时期大概一斤左右 所以鱼丝方面 我主要是用YGK 3号鱼丝 用一粒子弹圆 25g至35g的子弹圆已经足够 用2号做拉脚再绑一个圆头勾 即是机哥用的维基钓组 当鱼放到海床后 要拉起一人 而鱼利主要是用沙虾为主 沙虾也不能用得太大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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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吟拉脚 用粒子弹圆 还可以延伸到其他鱼类 包括黑沙鱼、火点、乌丝斑 都可以钓得到 至于间中会遇到青斑 我们就会转用大理的钓组 一般会用50g-60g的子弹圆 而钓组线通常会用6-8好 钓一吟的拉脚 用大眼仔做鱼类 当粒圆落底后记住扯起一吟 进入到夏季的时候 偶尔会钓到滑 而这个位置用来钓滑 钓法都比较特别 这一批滑是要吃中水 大概是水底数上来1-3入 用回虾肉钓就可以了 而钓滑我都是用YGK3好鱼丝 波子压底后面加一门飘 上面再开多一门 25g波子鱼已经足够 去到8-9月的时候 火点和沙鱼都比较多 一般用回波子压底钓组 上面再开多一门 勾沙哈就可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在夏季的时候 细菌就不太大 所以2-3好鱼丝是足够应付 宜徽三酥、芝麻斑、石钉黄钉 都可以用回这一类型的钓组 所以用波子压底直接绑个鱼钩 在维港上面用 是非常之好用 而去到第三季的时间 开始多墨鱼 刚刚是季初 所以墨鱼都不会太大 一般是一斤一只左右 而钓组方面 可以用大理钓组 不过就可以配6好的主线 4好的纸线 用50g的子弹鱼 再用大眼仔做鱼鱼 鱼丝幼会比较得吃 去到大概第四季的尾 即是十一二月 就开始会转用 奶尿虾和用三点蟹 直至去到明年的第一季完成为止 踏入秋季和冬季的时候 那些鱼都比较大 尤其是可能会再次遇到的黄脚鱼 这批黄脚鱼 随时有两斤以上一条 用2号鱼丝做奶脚 就比较危险 所以所有鱼丝都要提升一级 最好用4号主线 用35g的子弹圆 再加3号纸线 沙虾做鱼尼就可以了 但有时波子压底钓组 都可以钓到它们 而有时正当等黄脚鱼的时候 竟然又会碰到一批黄脚 通常用2号鱼丝的话 就凶多吉小 而这批黄脚 吃奶的时候又吃得比较飘 我就用YGK4号鱼丝做主线 用35g的子弹圆 再配3号鱼脚 放粒元头鱼 而鱼尼只用沙虾 鱼丝到底后又拉起一油 而鱼鱼也比较大 这个时间它要求就吃得比较飘 曾经试过用波子压底根本钓它们不到 但是这一只鱼鱼 比其他颜色的鱼鱼 已经算是相当之容易钓 钓它们的要求已经比较低了 还有讲完那两点 即是牙点和火点 一般冬天的时间会再大条些 经过那么长时间都没有被人钓到 已经学得非常精口 所以钓组方面 就要用一粒子弹圆 配一吟拉脚 加粒元头鱼 要钓得比较飘 它们才肯吃鱼 而如果牙点有两斤大条的话 就通常会吃大鱼 即是用大眼仔已经可以钓到它们了 最后我们就讲完巴 通常踏入9月之后 我们就会买大眼仔做鱼鱼 因为除了可以薄枝蜜之外 还可以钓到斑 一般钓斑和钓枝蜜的钓组都是一样 都是以大理钓组为主 通常会用粒60g的子弹圆 钓一吟拉脚 再用大勾 勾大眼仔下去 最重要都是那句 留意身边哪个人钓到鱼 留意它的钓组 包它是艇家 你就自然就知道如何钓了 今天我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支持及收看 我过两天再和大家见面 这么大的双牙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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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